又降了,以下这三款盒子SAV从26万一口气跌至12万 不仅三大件耐用,油耗更是非常的低 家用入手这三款非常的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本田浩尹 如果你预算不足买不起CRV 那么它的姊妹车型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质量也不错,动力也比较强 各方面都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在价格方面这款车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意料 官方指导价16万9800到25万2800 优惠能够达4万 裸车13万1800就能够拿下 价格方面真的是太亲民了 而且外观方面要比CRV年轻实际上太多了 车内的空间更是十分的宽敞 超长4米716,轴距2米701 后备箱能够腾出600多升的容积 相比CRV更是长出了几公分 而且在动力方面更是和CRV使用的是同款发动机 马力能够爆发出193,扭矩能够达243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7.5 不仅三大件耐造,油耗也是非常的低 车内更是标配7个气囊 堪称盒子SUV的天花板 在家主动降噪 10.1英寸中共屏 LED大灯 加用入手这款车非常的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现代图胜 虽然近几年图胜的品牌影响力有所下降 但依然没有跌出竞争行列 动力方面依然还是很强劲 搭载了1.5T 8IT变速箱 它比耗影还要良心 马力能够达200匹 综合优号能够低至7.3 官方只打价161800的22万5800 优惠能够达35万5 罗车只需12万6800就能够入手 曾经它也是高达26万的车型啊 而且CRV在它面前都讨不了什么便宜 现在价格居然比CRV的兄弟好影还要亲民 简直让人想都不敢想 虽然有很多消费者说这款车不保值 动力方面会存在异想 不保值是真的 但是8IT变速箱 异想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而且外观方面非常的犀利 辨识度也是比较高 轴距更是达2米755 超长4米670 车内空间非常的宽敞 加用入手这款车也是比较划算 但前提要介绍它保值率不高的缺点 不过性价比确实是非常的高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现代IX35 这款车和图胜一样 价格也是一路暴跌 在高峰时候 它的售价居然高达23万多 只不过随着品牌影响力逐渐下降 入门集成价格是来到12万9800 再优惠28万 裸车只需10万18800 在这方面国产就都比不过它呀 而且在动力方面 更是标配了2.0升6AT变子箱 马力160 鸟距193 综合油耗能够低至6.3 都已经跌到了10万了 还给你搭配个耐造的AT变子箱 也能够看出赵管车的性价比是有多高 车长4米5 轴距2米640 车内的空间更是十分的宽敞 而且底盘还谈了前后独立选价 相比丰兰达前独立后非独立 赵管车的优势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再结合10.17寸的大屏 LED大灯 自动空调 车内的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空间方面更是要比CRV大上一圈 现在跌至10万出头就能够入手 确实是很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盒子SUV销量王 家用买它们准没错 而且比我们国产人还要便宜 油耗还要低 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